在這廣大的世界中 至今能存在的許多人類尚未發現的神秘生物 它們被稱為為確認的生物 Undictify Mysterious Animals 簡稱UMA 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歡迎來到今天的UMA檔案 各位朋友好是調查員Jester 在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亞灣海域有個傳說 在這片海域中有一條巨大 而且神出鬼目的黑影遊洞 根據外型推測它應該是一條鯊魚 但身長可比坐一台公車這麼大 比現今最巨大的鯊魚還要大 傳言它的性情兇猛 針對人類更是鬥心十足 會去襲擊往來的船隻 好會攻擊鯨魚一口就能吞下海獅 造成當地的漁民人心惶惶 都不想要在海面上碰到這個巨大黑影 釣客們也很怕在釣竿的另外一段 碰到這個不速之客 墨西哥人將它稱之為 黑魔殺Black Demon 喜歡大自然戶外活動的朋友 看著窗外的壞天氣 沒辦法出門去戶外怎麼辦 沒關係 打開手機下載Fishing Crash吧 使用我的促銷代碼JEST 免費獲得價值20美元的超棒獎勵 你將獲得一個獨特的頭像 一張神秘的誘餌卡 50個運氣加成和30個重量加成 以幫助您釣到更大的魚 Fishing Crash是一款畫面相當逼一陣的釣魚遊戲 你坐在家中就可以透過遊戲 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點釣魚 遊戲的操作也非常簡單 這很適合我 因為在現實生活中 我並不是最熟練的釣手 Fishing Crash 真是很出色的一款遊戲 無論是優美的釣魚場景 輕鬆愜意的背景音樂 還是釣到魚之後的動畫 都能帶來非常舒適的釣魚體驗 無論是自身釣友還是想要嘗試的新手 這款遊戲都蠻有吸引力 而且你不需要花時間準備 只要拿起手機進入遊戲 升級你的釣竿和又提升你的技能 與全世界的釣友競爭 嘗試釣到最大的魚 此外如果你想要了解魚類知識 Fishing Crash也是不錯的選擇 每一張卡牌都會介紹不同的魚類知識 往往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趣事 趕快拿起手機下載Fishing Crash吧 使用我的出銷代碼Jester 免費獲得價值20美元的超棒獎勵 你將獲得一個獨特的頭像 一張神秘的幼兒卡 50個運氣加成 和30個重量加成 以幫助你釣到更大的魚 鯊魚對人類來說 代表的絕對是恐懼 電影中經典魚棋浮出水面的畫面 從80年代開始 就已經深深烙印在腦海中 而鯊魚的名詞來源 要追溯至16世紀 英國海上在墨西哥海域 發生一種以前從未見過的大型肉食魚類 並從土著瑪雅人口中的放言得知 名為Zuck 而當海上回到英國後 將這種魚類稱之為Shark鯊魚 所以鯊魚名字由來是源自於瑪雅魚 而墨西哥周圍的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域 存在著多種鯊魚 英國人在這裡首次接觸鯊魚的同時 這裡有一個恐怖的故事 最近才引起人們的注意 在加利弗尼亞灣海域 這裡也被稱為科爾特斯海 位於巴哈半島和索諾拉州之間 據說潛伏著一種巨大的黑暗生物 好幾代的漁民都在流傳黑魔砂的故事 英語則被稱為Black Demon 它是一條異常巨大的且非常好道的鯊魚 據說一口就能掀翻船隻或吞下海獅 而且它跟一般的大白鯊最大的不同 就是大白鯊的腹部呈現白色 而黑魔砂則是外表都屬於暗沉的灰黑色 並沒有白色部分的存在 所以當它基本上從外表來看是很好辨認的 它自古以來都是漁民間的夢魘 在地球上400多種鯊魚中 只有大約10種對人類會構成威脅 而作為海洋中的頂級掠食者 鯊魚往往會給人類帶來極大的恐懼 儘管鯊魚襲擊人類的情況其實非常罕見 2012年一條約6公尺長900公斤重的大白鯊 在沿海城市瓜尼瑪斯附近的科爾特斯海擱淺 它是墨西哥海岸有史以來最大的大白鯊之一 但據說黑魔砂的體型 是這條大白鯊的2-3倍 可以達到15公尺以上 重量在2.5噸至4.5噸之間 試想一下如果海洋中有一台公車這麼大的鯊魚 體重相當於8-10頭大像 尾巴比海洋中最大的鯊魚還大 這樣的龐瀾巨物在船底下游動 是一件多麼恐怖的事 儘管有許多關於黑魔砂的故事和傳說 但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件有官方證實的襲擊事件 也沒有任何當地報紙刊登過關於該生物的報導 其中包含相關證據以及遭受襲擊的日期 基本上都是靠口耳相傳 這些漁民流傳的故事大致上都相當雷同 在他們盡心一如往常的捕撈作業時 黑魔砂突然出現並且追逐或攻擊船隻 然後就迅速地潛到海洋的深處消失 在加利福尼亞灣最深的地方可達3000公尺以上 黑魔砂可能就直浮在深海中 而被沖上岸的大型精類被吃掉一半的遺骸 經常被認為是黑魔砂存在的證據 而認真來說關於這種黑魔砂 極少數較正式的目擊紀錄 最常被引用的就是來自一個目擊者的口述 一位來自美國的釣客 麥克他於2008年7月在巴哈半島海岸航行時 深深遇到這種巨大的鯊魚 麥克形容他的目測看起來至少15公尺長 全身的體色都是深色 並有一個巨大的後期 這個生物撞擊並搖晃他的船 尾巴翹起後就迅速潛入水下 之後麥克就再也沒有見過這條大魚 但他的故事得到了許多當地人的認可 甚至引起了美國有名的怪物電視節目 Monster Quiz 製作人的關注 該劇組為了調查真相 派出節目小組前往科爾特斯海進行調查 主員們在巴哈島東海岸附近的羅波斯島駐紮下來 節目小組最終並沒有找到任何的證據 節目於2009年3月18日第三季的單元 Megajos中播放 世人並沒有爆炸性的發現 但這期節目還是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同 黑魔砂的本尊是什麼 我想大家會直接聯想到的 就是地球海洋中 曾經存在過的最強殺戮機器 巨齒砂 巨齒砂在希臘語的意思 顧名思義就是有大牙齒 他們曾生存在2300萬至260萬年前 由於他們擁有龐大的體型及巨大的牙齒 所以古生物學家相信 在他們生存的年代中 是位於15點頂層 他們同時被稱為是地球史上最強悍的生物之一 這種遠古巨砂大約有16到20公尺長 甚至更長 體重可達80公噸 是已發現地球歷史上具有最強咬合力的生物 據推估咬合力可達20公噸 他的咬合力遠遠超過了霸王龍 是霸王龍的3倍以上 他竟然的咬合力能輕易咬穿鯨魚的骨骼 所以很多鯨魚的化石上都有他的齒痕 如果放到現在的話 巨齒砂的咬合力可以輕鬆的將一些小船咬成兩半 可都是有史以來最頂級的殺手之一 正好他的牙齒化石在加利福尼亞玩的好幾個地方都有被發現 跟黑魔砂出現的地方有著地緣關係 於是巨齒砂仍在加利福尼亞海灣游動的傳說 已經流傳了幾十年 也給人類帶來許多遐想 是否他真的尚未滅絕 一般學界推估巨齒砂在更新式開始之前就滅絕了 當時由於洋流環流的改變導致世界變冷 在這個新世界裡巨齒砂的食物來源開始變得稀少 尤其是體型較小的鯊魚跟巨齒砂在食物方面形成了競爭的關係 較小的鯊魚族群數量較多 對於食物量的需求較低 又具備強悍的獵食能力 漸漸的殘食侵吞原本屬於巨齒砂的獵物 承受不了的巨齒砂個體慢慢消失在世界的舞台 但有一派人則認為它並沒有消失 剩餘的巨齒砂為了生存下去收拾打包行李 他們搬到了最冷的水域 遠離較小的鯊魚群 因為較小的鯊魚對溫度的適應力沒有巨齒砂強 較小的鯊魚在無法適應時就死了 於是巨齒砂就潛伏在深海中 HMS挑戰者號在1870年代在南太平洋發現的巨齒砂牙齒 經科學的測定只有大約約1萬年的歷史 跟原本推測260萬年前有些差距 但也有很多科學家對使用的測年方法有疑問 不過仍有不少人認為這表示巨齒砂活到了近代 也許這些史前巨齒砂中的一群仍然生活在科特斯海寒冷的深處 世界其他地方也曾發生過巨大的鯊魚目擊事件 尤其是南非和澳大利亞的海岸附近 尽管從未發現過巨齒砂的屍體 也從未拍攝過巨齒砂的影像 但大量遺失巨齒砂的線索和目擊者的描述 讓一些人堅信巨齒砂從未滅絕 除了巨齒砂的說法以外 另一種可能解釋是 這條鯊魚實際上是一種患有皮膚色素異常的大白鯊 除了常見的白化症以外 有一種因為黑色素過多的病症 會造成動物的皮膚比平常的個體更黑 這種情況已經在某些種類的貓鯊和鯊魚中能夠觀察到 因此它可能會發生在可以長到6公尺以上的大白鯊身上 所以造成外觀與普通的鯊魚不同全身偏黑 但巨大的體型部分可能是目擊者 因目擊的當下驚嚇後 加上過多的誇視想像而成 另一種比較合理的可能性就是黑魔鯊 其實是金鯊 金鯊是目前世界現存上體型最大的魚類 截至目前為止 生物選家實際記錄到的 最大尺寸為12.6公尺長 21.5公噸重 體型可說是十分巨大 在一艘船底下突然出現 的確被嚇到 從它的上面看 的確是呈現黑色為主 但基本上金鯊是很溫馴的 甚至可說是親近人類 完全不具攻擊性且行動遲緩 而且是屬於綠石型生物 主要是以吸食符咬生物為食 而非張開血盆大口去獵食 跟黑魔鯊 極具攻擊性相比相差甚遠 最後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黑魔鯊 是一種至今尚未被發現的獨立物種 平常大多數時間都潛伏在深海中 只有很少數的時間才會來到潛海 畢竟海洋中至今還有非常多的物種 還沒有被人類所發現 人類對海洋的了解 可說是比對宇宙的了解還少 你們認為黑魔鯊可能是什麼呢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影片的最後再次感謝今天的廣告贊助商 Fishing Crash 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去下載遊戲 我是Jester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等一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